锤调诸天 第二卷 第三十集 大能者的修行 当所有人经过南天门之后 早就得到消息的四大殿主 纷纷将天命阁 以及八舌一族安置下来 北风也是穿过南天门 进入到星辰之内 只是刚刚进入星辰 北风就感觉到了 四周空间的不对劲 这是世界意志 给予我的好处吗 北风伸出手 轻轻地触碰着这一条游离的法则 在北风的眼里 四周的空间完全地不同了 对于天地法则的感知 更上一层楼 整片天地由无数的法则所形成 让北风能够轻而易举的 参悟其中的五行法则 并没有着急参悟法则 自己的法则刚刚入门 向参悟之小城 需要一段时间 早一坟晚一坟并没有什么区别 数百万人进入到万古天宗的地狱之中 自然是由万古天宗的弟子负责安置 将四大殿主 以及天命阁的四大天命师留下 从今之后 林天祥就是万古天宗天命阁的阁主 地位与你们等同 今后你们可要多亲近亲近 北风开口对着四大殿主说着 而林天相等人 也是纷纷地站出来介绍自己 诺 炼奇典与镇法殿的殿主对视一眼 并没有什么在意 纷纷地应道 而万古位中的君主 和另一个人呢 却是有一些苦笑 这下自己的权利可是要被分离出去不少 可既然北风都已经开口了 而看模样 这林天相四个人更像是北风一脉的嫡系 两个人自然只能够接受这个现实 至于巴舌一族 北风并没有给予安排 这巴舌一族终究不属于这里 宋然这些人对于北风充满了感激 愿意为北风赴汤蹈火 可终究是故土难离 是一等到时机成熟之后 北风自然会带着巴舌一族 重回古元界 北风没有再留下来 自己只需要掌握大方向就行了 其余的事情就交给手下人处理 小活力跟在北风的屁股后边一蹦一跳 哪怕是过去这么长时间 小活力却也是没有长大一般地充满了童真 古旗正在闭关 原本是因为北风的缘故 而实力暴增 还没有来得及巩固 当北风突破至大能者的时候 又是一股庞大的反哺 冲入到古旗体内 让古旗不得不闭关 巩固根基 以其将一身的力量完全地掌控 北风的小世界之内 世界流速快得吓人 弹指千年 在不断的演化之中 小世界内终于诞生了智慧种族 此时的小世界已经庞大无比 足以从四周的虚空之中吞吐灵气 不再需要北风提供了 整个小世界内 种族无数 其中诞生出的完整文明的种族 共有128个 这128个种族 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 文字 其中表现最为强势的 则是羽族 开始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独特的进化之路 羽族内不但是以后的一言堂 其余蚂蚁同样能够诞下后代 其中最强者甚至已经有了疯狂境的修为 羽族的族人也是模样大变 开始直立行走 身体强健 进化出了爪子 这倒是意外之喜 北风有些惊讶 小世界之内开始诞生文明 对于北风也是有巨大的好处的 小世界的一切都在北风的掌控之中 而这些种族所创造出来的功法 也是自然而然的被北风所掌控 完全不需要北风如何 仿若天生就会懂 现在对于北风来说 帮助不大 可是越到后起呢 这种帮助就似滚雪球一般的壮大 拥有一整个世界 无数种族的修行之路 想不变强都不可能 将乙族创造出来的修行道路 融入到自身之内 顿时让北风受益匪浅 眼下乙族所创造出来的道路 还不完善 甚至可以说是粗糙 就是这样 也让北风的一身实力 增加了百分之一 随着乙族不断将其完善 最终对于北风的加持 会达到一个惊人的地步 这还只是乙族 要是等到日后 其余种族也是开辟出来新的道路 也会被北风融入自身 一身实力又会达到何等的程度呢 大能者的修行 不仅仅只是靠着神药 修行的功法 更多的是来自于自身小世界的反哺 小世界内诞生的智慧种族越多 开辟出来的道路就越多 那么大能者的实力就会越强 甚至可以做到 以大能者的境界 搏杀圣人 北风将乙族的道路 融入到自身之后 倾笑一声 这就相当于 整个乙族在为自己修行 当这一条道开辟出来之后 北风也就掌控了 在夜压的一部分传承信息之中 曾有绝世狠人 在大能境界停留了八千六百余万年 自身融合了六十五条完整的大道 足以以大能者之身斩杀神明 北风翻阅着夜压的部分传承 也是忍不住惊叹 只是这个方法充满了变数 毕竟不是说大能者中 停留的时间越久 实力呢 就能够达到这个狠人的地步 这完全要看 自己小世界之中 有多少的智慧种族 同时 还要看这些智慧种族 将开辟出来的盗捕权 整整六十五条完整的大道加深 这种事情万国罕见 这种事情太过罕见 不知道此人小世界内的种族 到底有多么的经验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突破至圣人的境界 首先需要的就是大能者 将一种法则参无圆满 在圣人之中 能够掌控一条大道 就已经算是强者了 可见掌控一条大道有多么的难 可那喊人呢 却是停留了八千六百余万年 其内小世界的种族也是逆天 种种巧合加在一起 才出了这么一例 北风不敢奢求 也不会愿意在大能者境界 停留几千万年的时间 悠悠 小狐狸跟在北风的身后 轻轻地鸣叫着 北风回头看去 不由地一笑 小狐狸流着口水 一脸垂涎的 看向了一旁药田里 一支支 领起逼人的八真鸡 想吃就去吃吧 北风摸了摸小狐狸的脑袋 笑了笑说道 悠悠 小狐狸一对大眼睛眨呀眨的 嘴角上扬 欢呼一声 就化为了一道黑色流光冲去 小狐狸尽管拥有了肉身 却依旧拥有 掌控七情六欲之能 七情六欲 就是十三条大道 北风的实力在突破之后 以往的中中底蕴爆发出来 自身的实力 每时每刻都在变强 我如今掌控着 十九条大道的雏形 如今呢 也算是法则的层次了 继续参悟下去 就是大道 一旦掌控十九条大道 我的实力 必定会达到一个 惊天动地的地步 北风充满了自信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